老和尚为何不弘扬波州 印祖不鼓励人行持波州观 不以念佛求见佛之说 而行波州观不是为了见佛吗 那老和尚必波州观 与印祖所说的不是正好相反吗 还有老和尚为何不弘扬波州 这与末法时代有关吗 印光祖师不鼓励人行持波州观 是对一般大众所说的 波州观不是大家都可以修的 在末法时代还是以持明念佛最稳妥 不以念佛求见佛之说 是说心要清静 不要有求见佛之心 因为欲速则不打 就像台北到埔里需要三至四个小时车程 当我们搭上车子时间满三至四个小时 很自然就到埔里了 中文字幕组 imla